有關於台日安保對話 這麼重要的一個訊息 蔡英文總統在 產經新聞專訪的時候 特別提出來 接下來環球時報報導說 日方不考慮 結果我們的助理代表謝長廷說 陸媒報導 日本外務省相關人士 表明不考慮安保對話的 這件事情 叫做捕風捉影 接下來說環球時報的 這個新聞是假新聞 在一連串的真新聞 假新聞的爭議之後 日方真的派出了大官員 來告訴你說 這是真新聞 日本外務大臣 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說 跟台灣維持非政府間的 務實關係 基於這個立場 我們做了適當的應對 那當天的下午 日本的官房長官菅義偉 在記者會上也說 根據1972年簽署的 中日聯合聲明 日本和台灣間 維持的是 非政府的實務關係 那似乎在強調 所謂的不考慮台日安保對話的 正確性 新聞看起來是一個真新聞 另外來看最近的中日關係 4月23號 中國大陸會在山東青島 舉行解放軍海軍成立 70週年的多國海軍活動 日本的海上自衛隊 有意要派艦參加 日本的自衛隊要參加 中國大陸解放軍成立 70週年的相關活動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台日安保對話的風波中 我們的駐日代表謝長廷在忙什麼 不是忙著去查證整個新聞 到底是真新聞還是假新聞 繼續跟日本政府進行深度的溝通 而是上了日本的都會電視台 這個節目叫做大使館晚餐會 這個晚餐會當中 駐日代表謝長廷以台市的年菜 宴請聖馬利諾共和國的駐日大使 兩個駐日大使借著美食 向國際社會展現友善 在這麼嚴肅的議題發聲 蔡總統被打臉的同時 結果謝長廷在介紹台市的年菜 這不是非常諷刺嗎 所以其實這個謝長廷 真的在日本是屬於非常 使味素餐 我沒有看到哪一個代表比他更混 我們最近的漁民才在高聲吶喊對不對 對 漁業協定到現在為止 沒有看到蔡英文幫漁民 做任何一點點事情 以前馬政府時代 這個政府還會派去護漁 派巡航艦去護漁 現在的蔡政府時代 根本連理都不理你 漁民在怎麼吶喊 對不起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進核實進口 而蔡政府現在在這個台日關係上 一面倒的要去倒向美日 所以他只有八節的份 所以所有的東西只能推說是假新聞 那個是環球時報的 所以是假新聞 結果一再的被人家日本人打臉 我認為蔡英文提出來這件事情 本身居心就是可疑的 你今天說出來為什麼很簡單 就是為了你明年的選舉要到了 你希望至少日本不要回絕你 回絕得這麼直接了當 不要直接給你難看 給你一點轉圜的餘地 好讓你在明年的選舉裡面 還能夠得分 可是你完全沒有考慮到 現在日本在美國 對他貿易施壓的情況下 他現在急急營營的 要跟大陸搞好關係 你在這個時候 去觸自己的眉頭就算了 你把所有台灣人 跟著你一起去丟臉 丟臉完畢以後 再說所有不利於你的新聞 都是假新聞 我覺得這樣的駐日代表 真的太好當了 就跟我們的外交部長吳釗燮一樣 不管今天斷了多少個邦交國 吳釗燮還是穩如泰山 甚至說最近還放出消息 先打預防針 還有邦交國可能要斷掉 這就是我們明天黨的官員 不管台灣今天 落於多麼不堪的局勢 甚至自己把臉伸出去給人家打 台灣的實際的這個局面 落到奪不利的境界 都不關他們的事 繼續介紹美食 繼續食味素餐 我真的覺得 如果這個禮拜的週末的立委補選 大家沒有再繼續給民進黨教訓 我覺得民進黨是永遠不會醒的 賴清德還有這個民進黨 其他的大官他們說 教訓民進黨 教訓一下下就好了 自己的小孩不要打太用力 這就是性豬雅爪 性嫌不好 我覺得所有支持民進黨的群眾也好 真的要讓民進黨痛定思痛 你才是疼愛民進黨 如果繼續放縱下去 繼續讓他們這樣躺著選 躺著什麼事情都不做 只顧著拱自己人去分政府的利益 分所有國營事業的利益的時候 其他的事情通通不關心 漁民的事情也不關心 所有台灣老百姓的生計他們通通不關心 還可以繼續選得上 我只能說老百姓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是自己咎由自取 不過總統府會不會回應說 我們看到不管是外務大省的記者會 還是官房長官的記者會 都沒有講到台日安保四個字 所以他們並沒有不考慮台日安保 他們有考慮 只是沒有講出來 會不會有這樣的解讀 如果我們的外交部又是這樣講 或是如果現場體 又是按照你所說的 他沒有講不考慮這三個字 我覺得他會逼得日本的外務大臣 再開個記者會 再開個記者會就是說不考慮 這個就非常嚴重了 也就是說日本人的講話 已經是很明白的告訴你 而且是兩位在日本是非常重要的 官房長官菅義偉講話的時候 就代表安倍晉三的態度了 那個態度是非常明白 在我們學國際政治的 我們都很清楚知道官房長官出來講話的時候 他已經不再只是首相府的發言人講話 他是代表安倍晉三的講話 他的態度如果已經告訴你說 台日一定是非正式的 非官方的關係的態度的情況下 因為他沒有必要突然間要講這一段 這個就是已經回應有關於你蔡英文 特別選戰228當天 找日本的右翼的媒體產經新聞 然後再搭配產經新聞在當天 那麼也故意 也就是在勘載出來的當天 也故意用社論主張呼籲 台日要發展這個台日安保對話 這個都是右翼的在操作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 蔡英文本來只希望說 日本保持跟去年 這個吳釗燮接受訪問的時候 那麼同樣的態度保持靜默 這樣的話就可以創造一個 很大的想像空間 可是沒想到 當有媒體去問 日本的外務省的國際新聞室的時候 國際新聞室經過他們上層的指導 那麼告訴媒體說 不考慮這三個字 是用很重的話說 不考慮這三個字的時候 他已經被打臉了 如果說這個事就此截止 我們的新聞也就是一天就截止了 大家都知道蔡英文被打臉 但是只有少部分的 研究國際政治的 對這個領域有關性的人 知道這件事 那就到此為止 可是謝唐廷 去月又要開始製造假新聞 說這是捕風作影 這等於是假新聞 那這樣的情形下 謝唐廷又把這個新聞炒大了 炒大以後 逼著大家要去證實 那有一些媒體 就是說我已經不排除 把我們的對話的錄音稿 要公布出來 到這麼嚴重的地步的時候 日本的外務省 必須要站出來了 已經不再只是 外務省的發言人站出來 是外相要親自站出來說 沒這回事就是不考慮 其實他沒有講不考慮這三個字 但是意思也就是說 我跟台灣永遠只維持 非官方的關係 實質的關係 絕對不會發展到官方的關係 等於是否認的台日安保對話的可能性 外務省講得不夠 官方長官再講一遍 如果謝唐廷 或是如果蔡英文 或是如果蔡英文的發言人 或者是如果外交部的發言人 還要說 你必須要說這三個字 不然的話我一切都不買單 一定要說不考慮 而且用日文很重的話講出來 不然的話我一概都不接受 我也一概都不承認 我一定會再度說 日本有正式的訊息給我們 因為我們的外交部的發言人 是這樣子 有得到訊息 有得到很多的訊息 但是我們都知道日本的態度 不過我們也不會把細節公開 但是台日的關係還是非常好 那這樣的一個 假設又是用這樣的一個講話 是不是你要逼著他們 要站出來講 這樣的一個操作外交 操作國際事務的一個手法 你會讓全世界各國 以後碰到台灣的 就是民進黨執政時期的 台灣的所有的事情 他們都必須要用簡單 明瞭 粗俗 而且沒有任何外交詞彙 外交詞彙是兩個彼此之間 維持關係非常重要的 一種手段 一種語言 但是你不要逼著他們 拋棄了所有的外交禮節 拋棄了所有的外交詞彙 用你要求的 那麼難聽的 那麼直接的 那麼完全不留顏面的話 也就是杜特蒂的風格 菲律賓總統的風格 要這樣子來直接羞辱你 你才代表說 我聽懂了 我覺得一個國家的外交 尤其是我個人是認為 民進黨的外交手段 如果操作成這個樣子 真的會把我們台灣 丟到地下邊的踐踏 如果蔡英文再不好好地 約束一下她的謝長廷 我覺得謝長廷 一定會給蔡英文 無止境地製造麻煩 為什麼 各位想想看 2月28號到現在 這個新聞竟然可以吵到十幾天 而且還在發酵中 這麼枯燥乏味的新聞 一個故障乏味的新聞 炒成這個樣子 逼得日本的外務外相 跟日本的官方長官 要出來回應這個事 你想想看是不是已經鬧得 已經夠大了 這個如果還不夠大的話 我真的覺得 我們的駐外代表 說實在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去講他們 因為全世界沒有一個駐外代表 會把問題搞得這麼複雜 所以這個是在逼安倍晉三 自己出來開記者會嗎 我補充一下 因為蔡總統 包括我們外交部 在聽到日本的這些官員 回應之後 我們的政府都不回應 不回應是什麼意思 是默認 還是這件事情算 這當然對蔡總統是非常的悲哀 尤其他自以為他外交什麼很厲害 蔡總統的悲哀 其實是我們國家的悲哀 我給大家看這個自由時報寫 這很好玩 他說這個 到底有沒有講不考慮跟沒有考慮 日本的官員講說 這都是過去式的 這表示什麼 表示曾經講過不考慮 這個是對環球時報講的 這個是對聯合報講的 不考慮跟沒有考慮 以今天大臣的答覆為準 你看自由時報的 駐日特派員的特稿竟然是這樣 他說日本善意回應小英 跟剛剛賴老師講得完全相反 你覺得賴老師講得對還是自由時報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善意回應 萬物大臣說 當然不是 當然是賴老師講得對 這怎麼會是善意回應 我們是善意回應 為什麼是1972年的日中共共同聲明 因為1972年我們被斷交 這樣講不是比較快嗎 為什麼不講40 就是我們被斷交 才有後面的日中共 最近AIT跟我們駐美代表處 玩臺灣關係法40周年 為什麼會有臺灣關係法 那就是因為1979年40年前 我們被美國斷交 我們被美國拋棄之後 才去簽臺灣關係法 這打工在簡直莫名其妙 我們看這個聯合報 聯合報的標題 這個特派的標題 這是聯合報的日本特派員學的 安保對話踩到日本的紅線 這個才是正確解答 不要自己騙自己 主持人 我一直覺得 政黨輪替的必要性在說 怎麼把現行庭叫回來 我們之前不是討論 大阪蘇處長那個悲劇嗎 當時立法院不是已經決議 要把現行庭找回來做專案報告嗎 那不是今年1月的事情 現在都3月了 到底現行庭在幹嘛 他在推銷台式年菜 對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說 如果你2020政黨不聯替 現行庭就繼續在日本混 口義哥就繼續在美國混 你要政黨輪替 才能把他們兩個換下來 你這是萬變不離其中 不過回到這件事情 當日本的外務省 跟日本的官房長官 有了這樣子一個記者會之後 我們的蔡總統仍然認為 他的台日安保對話 沒有被不考慮嗎 這個事情其實很複雜 剛剛輝文哥在講 民進黨的國防外交委員會 的委員就可以提案 請大使回來訴職 不要講這一次 從去年的事件 就應該可以請他回來說明了 他都沒回來 可是民進黨的委員比較多 這種提案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通過 沒有辦法通過 所以這個提案根本沒通過 所以要等到明年的2月1號 新任的立委上來 如果說國民黨其實死比較多 所以憲良庭這件事情過關 目前過關了 因為民進黨的立委 沒有同意要他回來 剛剛我們討論到現在 鄭世偉你趕快去處理一下 他還沒 他去了人數還是不夠 他才16號以後才能處理 他去了以後 現在只會從34變38而已 果然鄭世偉跟鄭世偉 都要進國防外交才行 沒有 他還是不夠 因為人數上遠遠懸殊 現在國民黨立委 比民進黨少了 大概是一半而已 所以你沒有辦法造成 大家記不記得 以前只要任何駐美代表或什麼 真的發生重大事情的時候 國防外交委員會可以請 大使回國訴職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久 都不用回來 我們現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沒有要求他回國 所以重點在這裡沒有 沒有要求 是因為民進黨立委不讓他回來 我現在講了這個以後 或許過兩天大家就會談說 既然沒有答案 觀眾朋友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上禮拜再討論這個話題 到底有沒有是不考慮 還是沒有考慮 光是這個話題 就不應該讓大家這樣子 無頭蒼蠅般的去討論 你就告訴我 外交部問到的是什麼 李憲章發言人 他已經說 我們收到什麼訊息 在菅義偉跟外務大臣 他出來講話之前 我們的外交部的發言人 就已經講收到訊息了 可是結到此刻 已經過一個禮拜了 我們還是不知道 他說到什麼訊息 外交部不用跟國人說明 他到底收到什麼訊息 他說不方便公開 這是什麼意思 不方便公開 為什麼總統方便接到專訪之後 講說我要跟你安保對話 總統要講這麼重大的事情 已經觀眾朋友 這樣子跟大家報告 安保對話不是不可能 如果只是非常低層次的 所謂情報交換 而不是自衛隊來到我們的 中華民國的海域去操演 我們去 就像秀琳姐右上角這個 日本的自衛隊去 中華大陸解放區 參加海軍活動 對 參加一起軍演 這種層次 基本上沒有邦交很難 你說安保對話要形成資訊防護網 如果只是資訊的交換 如果中國大陸跟日本的關係 非常惡劣的話 有可能 他願意給你交換資訊 讓你知道說我們這邊有一個 後面還有一個我們的盟友在那裡 我們常常講信長防護網 可是現在的狀況是 中國大陸他是在講說 跟日本方面 是長久以來這麼久的關係不那麼好 希望能夠恢復到過去那麼好 今年6月又有一個G20的時候 你現在突然由總統親自接受專訪 拋出這個議題 拋完以後事後不理 總統府也不再回應 外交部也沒有答案 然後現在 我跟大家說 逼著日本的外相 跟官方長官出來開記者會 剛剛秀琳姐跟賴老師問那一句 我沒有插嘴 我說如果我是鄉民 我覺得講說沒有否認 結果也有講說 安保對話不考慮嗎 沒有 沒有這幾個字 誰說沒有 所以中天又在做假新聞 沒有這件事 所以其實變成是 我們的網友 已經被積極的對立 而且互相承認 台灣人在看台灣人 我講的事情你永遠不相信 然後你講的東西 我永遠不接受 明明按照國際的這種判斷 形式就是被拒絕了 可是因為你沒有聽到 對方講說 建議員沒有講說 日本國政府不考慮 跟台灣進行安保對話 公開這樣講 沒有這幾個字 所以就是還沒有被拒絕 所以環球時報就是假新聞 一定是假新聞 如果講到這種話 我覺得這個完全打破了 外交的規範 因為外交的語言 他就是要給彼此之間留言面 但是又釋放出強烈的訊號 所以每個字都是很重要的 以我們的本身 我在外交系教書教了20年 我們本身在觀察 這個外交人員 或是這些外向 官方長官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其實我們聽到了 我們就知道非常重的話 因為這個話已經很重了 態度也很明白了 也就是台日之間 不可能發展實質的關係 而且日本也已經是不舒服 不愉快了 為什麼 因為台日的安保對話 一定是雙方要磋商到 已經成熟了以後 才由國家的元首 有的時候還不到位元首 由外向這邊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講出來 那樣的情形就代表說 彼此之間已經準備要 進入最後的磋商文本的一個階段 目前來講很明白的 對日本來說的話 就是我方完全不知道 是台灣的一廂情願